为什么在隐秘小区基建交易也会被抓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在灯光昏暗的小区里 基建交易 涉黄交易也能被警察找到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朝阳群众 为什么会这么精准的打击呢 大数据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女孩 年在25到45之间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段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 本身也没有什么固定工作 而且到了酒店或者高档社区 就开始某信某宝出钱 398498甚至998 不用说这种很容易被失败 并且标记上可疑任务 当然交易对方也会被标记 刚开房没多久就开始结账 而且还很频繁 一个月30天 不用猜也知道在干啥 此外还有一些商户 什么马杀鸡店 这个国内好像比较少 习中心白马会所等等 一到大半夜就开始 398498的收捕 也会被标记成可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被扫了 如果当时你正好在那里 可千万别说 我们是青鸡 那398是赠鱼 大数据可是一目了然 还是坦白从宽 争取减轻处罚 我错了 这样的大数据事态 你们怕了吗 哦 小费 ALL 你